主席会之后两岸学者们纷纷提出分析评论 不过民进党执政时期 曾经担任陆委会副主委的政大教授佟正元 原本预计是5月底要赴大陆来交流 却临时遭到拒绝 而大陆媒体跟报道点名了佟正元 质疑他色彩浓厚是故意抹黑朱立伦 去年的4月1号到北京的时候 国台办他们接待 左边是国安会前秘书长苏起 中年是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政大教授佟正元 秀出去年登陆参访珍贵合照 不过主席会后想登陆却遭到拒绝 这个两岸政策协会 它是针对两岸政策这方面的研究 所组成的民间社团 那主要还是学术界为主 大陆方面都发邀请函 但是在昨天上午他们打电话来说 现在不方便接待 所以希望我们取消这个参访团 统证员预计5月下旬率 民间学术交流团参访大陆 但主办单位6号来电拒绝 没说理由 不过香港中平网同时间发表一篇 北京来论 台湾内部为了缓解 朱席会带来的压力 党派色彩鲜明的学者 对朱立伦抹红扣帽子 特别点名绿营执政时期 陆委会副主委同政员 混淆视听 他那篇文章 他是写北京来论 那据一般朋友在了解 这个北京来论 大体上代表的是 北京官方的一些想法 如果说因为我批评 或者说对于这个朱席会的看法 不符合大陆的看法 那就把我归为说是清律的学者 我觉得这不太合意 不止陆媒点名清律学者 主席会后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批评蔡英文 力道加大 不可以用空话 维持现状 就可以呼隆的 那么蔡主席最近 在参选的过程里面 他也提到说 他要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做基础 然后稳定两岸和平现状 然后呢要这个进行 参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 其实我想他有很多说法 但只要他不说出九个共识 我想国民党 或者说大陆方面都会说 他是空洞 他讲说民进党 他的这个两岸政治空话 我觉得这个话是不太公允 国共都对民进党喊话 绿营面临内外交逼 民共关系 也随着主席会落幕 变得更加紧张 原体领袭刘轩台北报道